脸书已经66万人了 音乐人刘家昌曾公开力挺韩国瑜 不只帮忙写竞选歌 大选鲜少露面的刘家昌 还特地南下站台 当年他还抢郭台铭太假 但两年之后的刘家昌态度大转变 改挺郭台铭反批韩国瑜 接受平面媒体的专访 刘家昌感慨地说 韩国瑜变狂骄傲的 觉得你刘家昌算什么 上个月也在脸书有感而发 提到当年 韩国瑜搞个人崇拜是犯了大忌 如果肯上台呼吁说一句 大家都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粉 选票就不会输得那么难看 还提到曾透过幕僚 想见一面给些建言 结果韩团队理都不理 艺人因为有声量 所以发言特别容易被关注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和选择我们通通都尊重 新科议员白乔英 曾是韩市府的发言人 尊重刘家昌的评论 而曾是罢免黄杰的发言人徐尚贤 他说只要是人就会变 两年的时间会让一个人产生改变 这个我们都表示尊重 爱中华民国 真的要为中华民国 以及中华民国国民付出 这样的一个心是不能改变的 可能是因为郭董 他去奔走这个BNT疫苗 刘家昌导演 他有他自己的立场跟看法 道士韩粉明确点到 刘家昌改挺郭台铭 或许是因为他为疫苗奔走 也呼应刘家昌所说 他敢跟政府对干 那会不会跟刘家昌一样 2024也挺郭台铭 角逐大位 就是不表态 坦白讲 我心目中想要的还是那个男人 2024如果韩先生愿意出来 我相信所有的韩粉们 一样全力支持 想只要对国家好 对人民好 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昔日挺韩国瑜音乐人刘家昌 现在只要郭董点头 他一不容辞 不敢勇于表态自己立场 有话直说的风格 TVBS新闻徐季宏黄晓琪 高雄台北 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